期待不放弃 对对对 她就是那个 安全带的供货商 她和胡胜利 就是在楼上签的合同 可是这个 根本看不清楚合同 只要把这个人 找出来就行了 我相信 她不敢做伪证 那 你准备干胡胜利 鱼丝网破吗 大鱼 马帅 来 接电话 接电话 播放的电话 全在动画中 播放的电话 全在动画中 电话 他不接电话 估计他以为 你还是要穷他呢 好 好 胜利啊 现在来田兄国的 明天就开庭了 你真觉得 你们俩就这么两败俱伤吗 马总 出了这件事情呢 我心里头呢也挺难受的 我知道您喜欢谢天公 我呢也挺欣赏他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 他也帮了我不少忙 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警察都找上门来 我也没办法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愚愿 任何人都不可以助跑的 当然 那个胜利啊 我怎么觉得你 在讲法律的时候 好像在讲什么笑话 我还你说的 这怎么能讲笑话呢 您开玩笑的吧 行行行 说正经的 那你是不是决定 你让田舟国替你顶包 马总 您怎么这么说的 什么都顶包啊 合同是他自愿签的 我又没有逼他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觉得您这不是 有意的护犊子了吗 正理啊 我不是护犊子 你们俩应该说 都是我的犊子 知道吧 都是江宁的 而且都是我的部下 大多我的部下 是不是啊 对啊 你们俩认为人出了问题 我都很难受 这个吧 王总 您的心情我理解了 可是没有办法呀 市场啊 总是这么残酷的 我胡城里做人的准则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市场经济嘛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更大的鱼把你吃掉呢 不会 不会 不可能出 当然 除了您 对 如果您要是要把我吃掉的话 那我愿赌服输啊 江丽 我跟你说啊 这个 我推行致富地跟你讲 当你呀 在为难人家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有一天 自己会为难 我呀 是怕你呀 受不起啊 可是 马总 我觉得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安全生产 这是任何人不可逾越 那条红线 法律面前 该谁犯了错误 他就应该抽到 相应的惩罚吗 好吗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接电话 接电话 好 好 好 那个 马总 那您看要是没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好 慢走 慢走 来 再见 马总 这么着急让我来什么时间 不会是又想我了吗 迷女记者也在 是不是打算采访我呀 来 开始吧 你觉得你做的事情 天衣无缝的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什么呢 听不懂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这什么呀 这个是你的安全代购货商 张老板和你签合同时候的录像 这能证明什么呀 我已经给张老板打过电话了 他同意出情作证 行 算你狠 这恐怕是你的主意吧 你们两个想联手对抗我 走得瞧 你 恭喜你 你的清零花园设计方案通过了 我不得不说 你的设计方案给了我惊喜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由你作为设计师 参加清零花园下一步的建筑招标工作 谢谢梁总 下午有个专家要来 你陪同会见 梁总 下午我请了假 我知道 可是你想失去这个机会吗 什么工作比打官司还重要 大哥 我去不去不影响审判结果的 行吧 随便你 爱来不来的 好 胡总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您可不能这样对我 坐 兄弟 大哥 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姓唐的那娘们 找到了证据跟证人 我也是没办法的 兄弟 你为了我 为了咱们公司 也为了你自己 牺牲一下吧 梁子 如果真有事 这些钱都是你的 如果不出事 也有你一半 还有你放心 你的家属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 活动 梁子 你放心 不会有事了 就算有什么事 顶多是坐一两个年的牢 这不是很快就出来了吗 兄弟 兄弟 咱们俩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呢 发财 他就一起发 出事 就得一起扛嘛 胡总 行了 你别说了 这份安全带的合同 可是你签的字 也就是说 你肯定逃不了 也就是说 你反正是要做得好 大哥 大哥 我求求你了 别拉上我行吗 再说了 这些钱 够你赚一辈子的 如果你非要拉上我 我胡胜利的为人怎么样 你不会不清楚 你不让我来 你好好琢磨琢磨 等一下 姓铁大 你怎么这么福大命大 都这样都没把你抓进去 这话我应该送给你 我希望你将来啊 能一直这么福大命大 来 哪位是张亮 我是张亮 请你配合我们驾差 胡上烈 有件事我要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胜利建筑公司的人了 大力 你也涨出息了吗 看这意思 你是想辞职是吗 对 不光他要辞职 我们也要辞职 没错 我们也是 对 我们都要辞职 还有我 对了 胡总 这个月的工资啊 前天已经发了 你们别忘了 咱们之间那可都是有合同的 咱们是有合同 这不是法院吗 让他们出来评评理看看 咱们直接签的那是什么合同 如果他们看不明白 我孙大力愿意翻译给他们听 行 你们真行 铁正国啊 咱们走着瞧 我得让你知道谁才是江宁建筑业的老大 我等着 胡胜利 法律一定会制裁你的 白白啊 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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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正国 有兄弟们跟着你干啊 干 美惠 你不够去找铁正国吗 没事 有春天在呢 那我走了 你去哪儿 顺便烧你啊 不用了 报社就在附近 我走过去就行 好 再见 喂 大哥 你二哥出来了 无罪释放 二哥运气不错啊 什么叫运气不错啊 他又没干什么坏事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好 没事之后 我先工作了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5条 第243条 第69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亮 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犯诬告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师父 当时我来北京 要不是您叫我守卫 我天真过没今天 您别省我气 我老跟您对着干 我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今天来是兑现一个承诺 我当时反正那把瓦刀弄断了 我说过 我倒是陪您把筋子 我今儿带来了 师父 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哥几个 我们准备自己干了 您老保佑 陈广 你的心意老贾都知道了 嫂子 这是大家凑的一点钱 您收着 不不不 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已经拿到公司的赔偿款了 你替我还给他们 嫂子您听我说 大家跟了贾师父这么多年 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您收着 您收着 每回通过报社 向社会求助 这是社会原型人士给师父捐的 大概二十多万 你一块拿着 二十多万太多了 不不不 我哥不能要了太多了 我不能要 我真的不能要啊 舅妈 这钱你拿着吧 毕竟都是爱心人士给捐的 你这一不收 这让郑国他们到哪儿去退啊 拿着吧 拿着吧 淳妮 郑国 老贾 之前 就希望你们俩能够在一起 这倒走了 你还没有看上 师父 你放心 我会好好对蠢妮的 行 把你自己也多注意到安全啊 回头啊 让人大姐去接你啊 就 你大姐正好回来了 你要我跟他说两句啊 那好 那我去挂了 有林电话 是啊 那就好回国了 什么时候啊 下个月 我跟他致死回来 行 那咱们俩就保持高度警惕 他喜欢谁都行 就是不能喜欢这个高中 爸 他要真能听咱们俩的 那还好了 一点都不神心 对了 法院那边怎么样了 郑国无罪释放了 不会这次也多亏了唐绿梦了 为了郑国 他跟胡胜利 算是彻底决裂了 这次我真的谢谢你 我没想到为我这事 你们俩闹成这样 我和胡胜利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是因为你这一件事情 那是我们俩的问题 我帮你 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不是吗 那也要谢谢你 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我 要离开北京了 不至于 谈恋爱就谈恋爱分手 也不用闹得 非得离开北京啊 要每个人都像你 北京现在早就应该成空城了 我十几岁 就来到这个城市 带着自己的梦想 那个时候我真是年轻啊 我每一天都特别特别努力地 在工作生活非常地苦 但是很充实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我看似什么都有 房子 车子 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现在的自己 我变成了一个 把自己的幸福 依附在别人身上的人 这个胡胜利也不公平 我也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所以我决定离开了 行 那我祝福你 我就要走了 你就不对我说点别的呢 还有 我要祝你 早日找到能够托付一生的 那个男人 好 再见 你还记得在天台上 你对我说的话吗 我喜欢你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也喜欢你 老江 咱们回家了 这北京再好啊 也比不上咱们的家 舅妈 霓儿 不哭 我跟你去回家 真是高兴的事 你跟郑国的事 是怎么打算的 我现在 不想去想这些就吗 你小心 我跟你久都懂 但是我跟你舅 真心地不想耽误你 我知道你这孩子小心 可是我和你舅儿 是确实不想耽误你 淳妮儿 真果她是个好孩子 一定要珍惜她 我 那我走了以后 那我走了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 我 我在工地里住着吧 我就觉得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我就能想到我舅舅 唐姐说了 让我去她那儿住一段时间 也好啊 换个环境也好 这次打公子的事啊 多亏了这个唐姐 还有那个冯记者 你见着他们 替我一定跟他们说声谢谢 好 老家 咱们还是回家了 那也不如咱们的家好 好 签好了 也干好招了 您看看 好 从此以后这个项目呢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 其他就收回 行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胡胜利认哉认罚 不过马总 我心里头堵得慌啊 您得给我评评理 你说这个铁镇国 我把他一手一手 从一个小工 带到项目经理 他都好 翅膀硬了 有能耐了 就开始挖我的墙角 把我的人都给挖走了 都是江宁人 有这么办事的吗 那胡胜利我问你 贾长安的死事怎么回事 这个贾师傅呢 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那是偷偷地帮着 铁镇国干活 太累了 铁地投资 自己没抓住 出大事了 那么贾长安 从上面掉下的安全带 怎么断裂了呢 是啊 我也在奇怪这事情啊 那么铁镇国跟你们签合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怪我 怪我对属下管教不严 是那个张亮 偷偷地背着我跟他签的 现在法院已经判了 判得好 判得该 张亮是你的项目经理 他竟敢背着你干这种事 现在啊 人心隔肚皮啊 行了 走吧 总之以后呢 就不要用江宁建筑的自制了 我们呢 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挂口 别别别 马总 那我以后怎么接活啊 那是你的事啊 马会儿 还是这样 你看行不行啊 以后呢 我们向集团呢 多交一些利润 好不好 好吧 再活着呢 这些钱呢 我私下给您 至于您想向集团交多少 您自己决定 你把钱给我 我把其中的一部分的留下 剩下的向集团交上去算账 什么事啊 对对对对 老张力 我马一方呢 喜欢钱 但是 绝对不会要这种 下座的钱 滚 老总 您这是有何苦呢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一切都为了钱 江宁建设 绝对不会有 今天的荣誉和牌子 滚 渣子 喂 马总 郑哥 工程怎么样了 已经进入验收阶段了 很好 马上过来签合同 签 又 又签什么合同啊 什么 签合同签出货疑症来了啊 没 没 不是那意思 您找我肯定没问题 您说吧 签什么 转包合同 我把这个项目 从胡胜利手里收回来了 准备再找包给你 怎么样 不想要吗 当然想啊 我下面想筹建自己的公司 正缺这样的项目和资金 谢谢您 马总 您真是 雪中送炭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要跟我说这些客套话了 马上过来签合同 好好好 我这就过去啊 好 再见 吴总 今天怎么了呀 不开心吗 要不咱俩喝一杯 待会儿 你好 我是吴正丽啊 吴总 我是不应该恭喜你啊 你这消息 还真够凌空呢 我是谁啊 马一方怎么想得我清楚得很 说吧 有什么事儿 事儿倒不行 我就是想让你记住 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是我胡胜利给你的 嗯 这个不会吧 但是 谢字 冲你我说不出口 行啊 咱们走了瞧 你真的决定要走啊 对啊 到新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这儿的一切 你都能放得下吗 酒吧的事情 我都已经交代好了 我是说 这儿就没有你值得留恋的人吗 留恋的人 放在心里就好了 嗯 嗯 那好 我就祝你到了新的地方 一切都顺心如意 谢谢 您乘坐的航班 就叫起飞来 请马上从第五个 来 喂 你找我什么事儿 鱼玛 怎么样我电话都不接了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吗 你能做得出来 我就不能说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 太绝情了吧 我们俩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会这么绝情呢 再见 您拨到的用户已公平 请稍后再拨 我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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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了啊 玛丽 陈妮 你终于来了 唐姐呢 她走了呀 你不知道吗 走了 去哪儿了 唐姐去澳大利亚啊 唐姐把酒吧都送给你了 这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她没有跟我说 唐姐什么时候去的机场 刚走一会儿 我去追她 嗯 唐姐 唐姐 川妞儿 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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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我到清巴才听玛丽说 说你要走 你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我怕跟你说的话 你要哭鼻子了 还有啊 堂姐 这清八经营得那么好 你干吗给我呀 我又不会管理 你那么热爱音乐 一定没问题的 堂姐 我舍不得让你走 我是去新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你应该为我高兴啊 祝你一切都好 你多保重 你也是 保重啊 好的 堂姐 你还会回来吗 也许吧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吗 哎呀 我会给你打电话 你都好 我们还没做完 高总 这个明天可以吗 今天实在弄不出来了 弄不出来也得弄 其他放一放先把他做完 可我手头上还有重要的工作 都是梁总交代的 我不管谁交代的 先把他做完听明白了吧 这个 怎么了 梁总 这样 其他的工作呢先放一下 先把高总交代的事情做完 好 咱们大家都听好了 高总是咱们设计部的 首席设计师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 高总交代的事情 必须好好完成 谢谢梁总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你说这国外留学回来的 脾气怎么都那么冲啊 人家有国外设计事务所的背景 又有梁总宠着 咱们还能说啥 赶紧工作 对 来 请坐 请坐 来 高总 快坐 快坐 怎么样 还适应吧 还好 你适应能力强 我看他们倒不太适应 您说刚才的事是吧 刚才我是有些急 因为项目急 所有人都在等着 他们还在推三组四 推三组四都不至于吧 这些人 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高总 高总 工作不是一天干完的 急不得 最近啊 报选了一批标书 我看不错 你抓紧看一下 给我意见 你去忙吧 幸福 恭喜你 谢谢公导 恭喜你 谢谢领导支持 既然新公司成立了 大伙给我点时间 我说两句 这个公司能成立 我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在场的各位 就是这帮兄弟们 没有你们 没有这间公司 就实话 我跟我哥 当初从江明的农村出来 其实就是想打工 挣点钱还个债 后来认识了卡拉 大光 认识了你们 我有了今天 所以这间公司 不是我个人 是大伙 我希望大伙能够跟我一起 把镇国建筑公司 做强 做大 我谢谢大伙 好 好 好 我再说几句 我再说几句 没说完 既然咱们成立了公司 我觉得咱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 不光要盖大楼 更要设计大楼 更要设计大楼 那么怎么能够达到设计大楼 干得更好 我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 去多学习一下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什么抹个灰啊 擂个墙啊 截个钢筋啊 干那种小活 我们要做大做强 必须先壮大自己 我们要去学习地基量 保温 防水 外立面 钢结构 理石所有的所有 甚至装潢 我们都得学 我希望大家 在壮大自己的同时 把公司做大做强壮大 有没有信息 有 说完了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郑国 新成立的公司 我还是要恭喜你啊 您光恭喜没用 您看您 成立大会您也不来 这样 我知道您忙 要不咱晚上 晚上一起吃个饭 跟大伙一起热闹着 郑国 行了 在我面前 别来那种虚头八脑的事啊 有事说事 那学的什么样 说 什么事 那我说了啊 我就想把我这新公司啊 挂靠到您这个江宁建设底下 行吗 很好啊 我想 做想做大 谁不想啊 不过 我得考考你啊 很考 你觉得未来咱们的 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这个功课我还真做了 我特意去问过冯教授 冯教授跟我说 未来几年 房地产行业 会进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尤其是这个深奥成功 你将地标性的建筑 各种场馆的建设 会带动新一轮的建筑热潮 很差得很敏锐啊 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趋势下面 你的公司有什么打算呢 在这种趋势下面 我这公司就没了 因为我公司太小了规模 太新 我今天就为这事来的 我想抱您这大腿 您就让我挂过来吧 好 考试通过 就这么定了 这事就定了啊 谢谢马总 还有呢 我还要定住您一起去啊 这个 江宁建设这几个字 不仅仅是江宁市 是江苏省 整个建筑企业的脸面 干什么都行 灰牌子 打脸的事 一件事都干不得 您放心 我也干不出来这事 而且我愿意 按规矩 交多少利润 每年我到市到市 好 还有啊 你现在成立公司了 成立公司的就是企业 跟以前的办公头可不一样 拿把瓦刀就可以干事 要有知识 而且有新知识 手下的人呢 不光你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要独挡一面才行啊 这个我已经准备过了 你让那帮大老粗学知识 比登天还难 他们干活还行 就为这个 我特意招了几个大学生 我让他们一边干一边学 真好 真好 那你呢 我不用啊 我有您啊 您教我啊 我这还免费啊 这个免费是上了瘾了 这资源得利用好啊这个 行 很好 新公司刚成立 想不想试试谁啊 要啊 眼下只有一个项目正在招标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行 这个项目 是我们公司开张以来第一个大响 能否竞标成功 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市场和口碑 所以我想跟待会儿商量一下 陈哥 我打听过了 胡胜利被马总赶走之后 挂靠了五岳建筑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这一次竞标的竞争对手 还是胡胜利 你咋竞长他人至起呢 胡胜利有什么了不起啊 三拖六臂啊 三拖六臂的那是哪吒 胡胜利在这个行去混了这么多年 别说江林的建筑圈了 在北京也算是有名的 他关系硬 跟他抢项目 我看难啊 我觉得再难也得抢 我们公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已经干一些边角料的事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回咱们得主动出击 大哥 明天你跟我 直接去梁总公司走一趟 你跟他约好了 约 哪儿来得及啊 直接去 去梁总公司走一趟 去梁总公司走 白天 约